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全联委员 越南澳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 庄首归先生 深圳系互联网创业创新服务注定会 去苗龙执行会长 德行中国政府事务领导合伙人 香港大学营业院士 施能智博士 贵州省科学常委 升任云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李斌博士 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 深国联科技社团联合创始人 卢大伟博士 香港大学亚洲创与营销价值中心 副总监 陈炳雄先生 深圳八十集团副总经理 马正元先生 中国股财业院副总经理 王国良先生 香港澳博士专家联盟 朱新兰 执行主席 大鹏改革开发研究中心 吴爱宁副主任 前海产业智库 罗润华秘书长 贵生国际科技投行部 李华总裁 深国研科技社团 王启航 执行秘书长 中科美城 李永州董事长 前瞻产业研究院 刘沙元执行院长 以及所有道场的嘉宾们 欢迎你们 对比古今中外 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 科技创新乃强国之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 离不开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 火国科技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不入使用 江沦浩载人深陷的实验 长沿四号 左路月球 中国国家航天局天问一号官队 祝荣浩成功登陆火星 并传回火星表面拍摄的照片 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个在火星上 可以执行任务的国家 今天首届科创强国线新论团 及越港澳大湾区创新智库的启动仪式 在深圳和香港两地 恐怖举行 将为我国的科创事业出现新的篇章 首先我们进行论坛的第一项 赵国歌请大家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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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香港 进行我们的下一项 有请香港特别行政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部局长 陈百丽先生致此 大家请大家发布 大家好 创新科技的论坛 跟大家在这个场地打打气 今天这个是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相信今天成立这个智库 是能够为我们香港 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助力我们向前摆进的 事实上来我们是很需要各界有心有力的人士 或者是智库去帮助香港去为我们未来的发展 是给多一点点子我们 希望传入一些新的动力和新的思维 过去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我们社会各界都在思考着或者是苦努着 究竟我们怎样是应该在哪个地域或者是哪个领域去发展 去令到我们能够在疫境生存 以致在未来一个经济复苏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定位 能够令到我们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当中加快复苏 在这方面首先讲在领域或者是地域这方面 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一年 全世界的经济复苏其实就是同一个疫情挂钩 看回内地其实在全世界的疫情控制来说 一支独手 内地自从去年的第二季开始 我们的经济其实已经是微型反弹 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是所有经济体里面 唯一一个是有正数的增长 今年所有的经济数字以至的经济预测都是全面向好的 另外我们再看回就是说 在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在2035的远景目标当中 也都是说明了来近国家是会加强内需 联同就是说国家来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底下 香港各行各业 我们的增长点 很自然就是会在内地 而是要打入内地市场 我们看回大湾区 现在是内地的一个发展得最快 而且开放程度是其中最高的一个区域 所以进入内地市场 大湾区将会在一个非常好的前面 这就是地园那方面 至于领域那方面 究竟我们是需要加入哪个行业 或者参与哪个行业 令到我们的增长机会会更加好 更加有优势呢 在这方面 创新科技一定会是我们 无论是香港或者是深圳 未来我们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领域 过去这几年 特区政府 香港特区政府 其实也都在创新科技的领域 投放了很多资源 我们投放了超过一千亿 去搞好我们的科技基建 去培训我们的科技人才 以及就是去支援我们的科技的初创企业 或者说多一点 最后一点 科技创新企业 初创企业那方面 过去这一两年 纵然我们是要面对一些社会事件 以及疫情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在初创企业方面的发展 其实是非常之理想的 我们看回我们的数字 是由2018年的2625间初创企业 增长到2019年的3184间 到2020年的3360间 每年都有不错的增长 而这些初创公司是会为香港 不单止带来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创新科技 更加就是会带入一些 这些创新的商业模式 去令到我们香港 无论是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方面 都会很有悲议的 那当然 我们要保持这方面的优势 或者是保持这个势头 而人才这方面是很重要的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都很努力地 透过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措施 去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科研机构 不同的高等学校 去进驻香港 去进一步 去带动不同的人才和项目 迷香港的 我们香港本身 亦都是很努力地去培训 我们自己的人才 我们透过不同的人才股计划 去透过去资助 我们不同的科研机构 去聘用 无论在香港 或者是周边大学 博士毕业的 石士毕业的 或者是学士毕业的 我们都支援这些公司 去聘请这些人 去为我们的年轻人 增加他们的就业的出路 那当然 香港我们的市场规模是比较小的 我们的人力资源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是 跟深圳 以至大湾区其他的城市 在创科这方面 是做一个优势的 大家是在多方面去合集的 或者给个例子大家 我们知道深圳 或者是东莞 他们的 科研的商品化的能力 是相当之有经验的 所以如果能够配合我们 香港在科研这方面的力量 然后就结合大家在一个 产能那方面的 在市场方面的优势 我相信我们几个城市 联手去创科发展这方面 是会很有优势的 那未来的 我们当然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政策 譬如和深港政策 或者越港政策 又或者在河滔区的 我们一个国际创科中心那里 会有很多的合作机缘 但是单靠政府去推动这个创科发展 是绝对不足够的 所以我们也很依赖 我们一些民间群体 好像今天我们成立这个人才 这个创新智库 所以未来的特区政府 是会和社会各界 包括我们不同的智库 去继续在创科领域方面 是多多合作 另外我们也会和深圳 和大湾区不同的城市 在一个优势互保 互惠共赢的基础上面 继续深化我们无论在创科方面的 在金融方面的 在行运方面的 以至我们在教育 或者是青年工作方面的 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都会加强我们一个深化 我们当方的合作 希望就是透过这些合作 我们能够就是说 贡献到我们香港所长 就是发挥香港所长 贡献香港 贡献国家所需 希望就是一方面 为我们香港不同的市民 不同的界面去打造 或者剃造 这么大的发展空间 而另一方面 亦都可以帮助大湾区 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一流的湾区 和一个世界 一个优质的城市 再次恭喜 今次我们创新智库 今天正式成立 希望大家的工作顺利 大家努力加油 Thank you 谢谢小白李先生 接下来邀请香港县长的 香港立法会议员 柯创盛先生致辞 掌声有请 勞署长 陈百利副局长 各位在座的嘉宾 各位我们深圳的朋友 大家好 很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 一个成为 让我和大家一起见证 这个结幕仪式 加上这个论坛 过往大家都很熟悉 也都很了解香港 香港在这两年 是经过一个不平凡的年代 你会见到 自从社会运动 以至乎到疫情 确实令到香港和我们 周边不同的城市 以至乎到我们不同的地域 都是有一个隔膜 希望我们香港能够尽快 在疫情方面做好 让香港都能够尽快 开通不同方面的互动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 非常之有意义 大家也都见到 其实香港在较早前 透过中央一个港区国安法 由香港一个乱的情况 变了治 今次也都再一次体现到 是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是令香港更加可以 是走下去一国两制 走稳自远 未来的我们很关心 就是怎么能够走着 现在整个的社会形势 和国家的发展 让香港不同界别的朋友 特别大家很关心的青年人 都可以是接得上 我们见到 未来的十四五规划 以至乎到关区发展 都是作为我们香港 一个很重要的机遇 今天这个活动 以至乎到我们在香港 是全力和不同地方的互动 也都可以再一次 可以体现到 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立法会很多香港市民 以至乎到 社会各界都很关心 自从这帮揽炒派 这帮泛民的议员 总辞之后 立法会都可以 漸漸运 运作回顺利 我们见到 很多以往的 职压在这里的 民生问题 或者大家关心 如何能够 令到香港的经济 可以回复当年的盛况 其实我们在不同方位 在不同方面 都是加以努力 我们期望透过多些 在议会内的参与 让我们社会各界的朋友 都可以连线起来 不论青年工作 以至乎到 全国香港和不同地方 的一个互动 互利商人的一个目标 我们会继续多方面努力 有没有期望 我们今天的活动 能够顺利举行 在这里公祝大家 个个都是身体健康 身心愉快 多谢各位 多谢 谢谢 柯创盛先生 那么进行论坛的下一项 香港解采仪式 那么有请 香港特别行政区 商务及经济发展司 副局长 陈百里先生 中联办 青年部部长 吴宋阳先生 香港立法会议员 柯创盛先生 全国政协委员 吴杰庄先生 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智库联席主席 梁成冠先生 粤港澳大湾区 创新智库副主席 高松碟先生 共同进来 首先在揭摆之前 我们还有其他嘉宾 我也希望 约束他们 对智库 一点的祝福 那么先来 老公 老公 老师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能促实这个 智库的成立仪式 我现在就代表 中文班青年工作部 对智库今天的成立 转顺月月祝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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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也一样 刚刚出门长 今天很高兴 能处席那么 有意义的切盘人士 我也祝贺 我们创新智库 未来 发展顺利 为我们又把台湾区 做了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到手了 那就是 我到手三车 那手路三 就 就 Keep on 咯 1 2 3 好 好 好 我们共同把掌声 送给相表的健康 祝贺祝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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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来进回我们圣殿现场